欢迎收看小高 如今全红蝉在体育圈中的名声越来越大 影响力甚至不亚于任何顶级明星 他在奥运会上演的水花消失术经济四座 让他名扬天下 如今的全红蝉已经不再是一位单纯的跳水运动员 目前他经常参加各种顶级商业活动 结交的朋友都是巨星级别 甚至很多明星都要来蹭全红蝉的热度 而且如今17岁的全红蝉 不再是面对镜头不知所云的小丫头 目前的他面对各种场合都能沉着应对 落落大方 可以说目前的他今非昔比 要知道在2021东京奥运会时 14岁的他面对镜头都是低头害羞的小女孩 当年14岁的全红蝉 从家境并不好的农村家庭走出来 处处充满了畏手畏脚不自信 如今经过三年的历练 全红蝉蝉蝉变了 即使在众星云级的场合 他也不再怯场 变得自信满满 这样的蝉变源自于自己的实力 同样如今 全红蝉的经济实力也不容小觑 年仅17岁的他 年入百万已经相当轻松 作为国家游泳队的主力 他每个月的薪资 加训练补贴就过万 加上奥运会奖金 以及各种奖励 以及代言合同 相信他的资产已经达到了千万级别 如今随着身价的暴涨 全红蝉也不再是到处畏手畏脚 如今他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公寓 干净整洁 里面全是自己的喜欢的玩偶 穿着也是越来越大牌 一双鞋子上千元已经是常态 甚至一个小包包 都是价值在万元以上的LV 除此之外 此前他去手机店给母亲买手机 一到店就是开口要最贵的 而且还不还价 而且他每个月也会给母亲 自己爷爷奶奶的生活费 可以说17岁拥有这样的实力 确实令人敬佩 当然这一切都是全红蝉 用自己的努力换来的 而近日 全红蝉现身商场购物 为此他来到了顶级品牌SKP的专柜 这次全红蝉来挑选香水 而有知情人透露 全红蝉挑选的香水是纯手工 价值不菲 可以说一瓶香水 能够顶普通人一个月 甚至几个月的工资 不仅如此 全红蝉本次出行带了两名助理 其中有网友拍摄时 一旁的女助理还在阻拦 不过全红蝉本人并没有不高兴 依旧是笑呵呵 此外 这次还跟着一位男助理 她的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美食 看到这样的情况 球迷感慨万千 不得不说 如今17岁的全红蝉已经完成了蜕变 在聚光灯下的她 已经不再是曾经的她 有粉丝表示 目前她已经和自己在老家的父母 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当然 全红蝉通过自己的努力 换来了如今的美好生活 享受生活也是理所应当 当然也有粉丝表示 全红蝉目前年龄太小 学历不够深 千万不要被外边的花花世界所迷惑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